剛剛大家都有玩過了 你可能就發現 有的人可能 因為軟體本身它預設的話 用的coding叫做H.264 就是那個比較高畫質的 所以它為什麼檔案會那麼小 這是有原因 那如果萬一你電腦沒有這個編碼 code的話 它會按你開始錄的時候 它就直接到它網站上去下載 好就下載 那麼我們先來比較一下 到底那個輸出格式你在哪邊去設定 好我們來這邊 你回到軟體這邊來 你看在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 那麼它有很多的格式 你可以選擇 預設的話 應該是AVI 軟體本身預設是AVI 不過其實你不用太在意是哪一種 因為主要是編碼 編碼的問題 你是AVI 或者是MP4 MOV 你只要選擇H.264的編碼 檔案就是小 檔案就是小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編碼要找哪裡 找右手邊這個 有沒有 encoder 至少這個encoder 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我把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是H.264 因為我現在用MP4 MP4 你也可以選擇MP4 也可以選擇MP4 如果萬里電腦沒有這個coding的話 它就會下載 會去下載 所以剛剛有一位同學是出現 就是下載的時候卡在那邊 因為我們這邊不能裝 所以有些 因為有的電腦 也許 媒台沒有完全一模一樣 好 剛剛你可以在這邊去設定它的品質 它預設是踩中間 所以應該這樣應該是還可以接受 除非說你要看那個是影片 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的那一種 就是看那個院線片 好啦 那個不講 反正那個你知道什麼意思就好 OK 那麼您如果選擇 比如說萬里您的編碼 現在這台電腦不行的 你也可以用AVI 那AVI的編碼就多很多 你可以用它內建的 只是我必須跟各位講就是 你現在所看到這些的話 品質最好的是它 再來是它 正價的不怎麼樣 可以看 但是檔案大小大很多 再來品質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覺得 剛好 反正我們這邊的狀況 剛好是這樣的話 你就選擇其他的就好 你知道軟體怎麼操作 回去再設定一下就OK 好 像我們學校的網路平台 對 好像是有設定要有協助 如何設定 我們學校的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用哪一套 不相容 這個我不太清楚 你如果不能的話 我們通常就透過轉檔 對 那大致上我們用H.264的 原則上應該是所有電腦都可以看 萬一不能看 萬一 你電腦是比較乾淨的 就是沒有轉過一些其他軟體的 就是我們有那個 我待會兒把它放進去 有一個萬用編碼器 網路上很多 您也可以到我這邊 如果那個檔案比較大 可能你從上面下載比較慢 您到我這邊有這個軟體區 這裡 軟體區你點下去之後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上面要準備那麼多 白寶箱 走到哪裡就可以用到 您看一下有一個那個 抱歉 有一個合式工廠 合式工廠應該算還不錯 就是使用上還算簡單 也可以不用安裝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您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合式工廠 我都盡量放不用安裝的 就是 不是破解 但是都是不用安裝 這樣我們再用比較方便 只是這個比較大一點 你看65有沒有 所以你可能下載 如果從這邊下載要一點點時間 好 那這個是轉檔用的 那如果你要讓你的電腦裡面 認識比較多影音格式的話 因為有些我想各位可能會有些紀念 人家傳給我或是網路上看到的 抓下來之後不能播 那怎麼辦 這裡有一個叫做 這個 這裡 有沒有 對對對 因為網路上的影音格式變化很快 不像家電之後 一用就可能一、二十年 它隨時有新的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就是人家網路上去等理起來 比較常電的影音邊碼 你裝完之後 電腦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這要用安裝的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認識比較多的影音格式 所以你大概幾乎95%以上的 這種影音檔案都可以直接打開 其實你用的是MediaPlay 這跟那個沒關係 這上面是做轉檔用的 轉看檔案用的 那下面這個是它認識比較多影音格式而已 它是讓你播放或錄影的時候比較順暢 你可以選擇比較多格式這樣子 這樣大概了解了 所以這兩個您可以做個參考 如果萬一有需要的再來抓 那原則上像我們一般數位學平台 大多數這種標準影音都可以支援 如果你要在線上直接播的話 那可能就要看就是數位學平台它支援什麼格式 那如果是檔案下載回來的那就沒有什麼關係 那像我們學校這個數位學平台它就只支援FLV的 可是通常我就不轉成FLV的 為什麼?因為這樣反而檔案太大 所以我就用原始的方式讓它下載回去再看就好 不一定要線上這種串流的拍 因為有時候我們錄的影片畫面比較大 它這樣看反而不見得好 所以我大部分都讓同學下載回去看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讓您稍微了解一下說 它輸出的格式大概差多少 那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功能 是各位目前這個版本沒有就是自動平移 你們剛好不小心按到那個綠色的 Eddie Pre-Rent 它事實上你們沒有勾一個選項而已 它會自動平移 因為它預設抓的畫面是800x600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綠色框框不要講 對不對?但是它有選項你有勾起來 你滑鼠移到哪裡它就跟得到哪裡 因為有些時候我不像我抓的畫面那麼大 對不對?因為檔案太大了 我在demo的時候也不方便 或者有些人他螢幕就是40寸的 對不對? 那抓太大的別人看起來可能就不方便了 那你可以只抓局部 那就是透過平移的 那麼這是到1.74才有的功能 所以這個您可以自己考量 如果您真的有需要的 但是要用買的還是說你用另外一套也可以 反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大部分我的情形都是錄全螢幕 因為我們接到這個廣播上之後 其實我不知道老師在用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Notebook的螢幕都會怎麼樣 突然變巧有沒有 會變成正方形的 不是正方形的就是4比3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現在都16比9 可是你接上投影機 或像這種接上廣播 是不是發現都會縮小 因為他會變成4比3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錄全螢幕的就好了 那這樣的比例在上面看才OK 好 OK 這樣沒問題了吧 好 OK 你